歡迎來到甘丹出外景的第一集 甘丹出外景的系列主要是 因為外面有很多很棒的設計 所以有些地方其實我們平常也都會想要去參觀 有時候看到好的設計啊 就會想要把它記錄下來並且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去看任何的設計也都會把該設計的設計指標明出來 讓大家知道設計師以及建築師是哪些人 好那話不多說我們就先進去看吧 我們剛出來電梯一進來就是 我們左手邊看就看到一整面的書牆 那我有大概去看了一下簡介 而且他這裡大概放了5000本左右的書 供大家免費的閱讀 剛剛還沒有介紹稱品行律這邊的設計師 他的室內設計師有郭絮緣設計師 以及黃惠美設計師所共同設計的 那建築外觀的部分是日本的知名建築師移動豐雄所設計的 我們來到飯店的時候已經是晚上 所以外觀現在拍可能就拍不太清楚了 我們現在先去check in 他有附兩張 對 叫什麼 咖啡捲的 銀冰 銀冰飲料啊 欸 我忘記問他有沒有酒吧 不知道哪邊都想喝酒 然後我們剛剛有訂了一樓的餐廳 等一下先上去放東西 再下來吃飯 先介紹餐廳那邊的環境 那房間的話我們吃到 等一下再慢慢跟大家來做 也不是介紹 因為不是我設計的 做分享 我們現在來到一樓的餐廳外面 乾了飯 好啦 吃飽 喝足了 我剛剛請他把這杯調酒幫我調濃一點 結果真的還調滿濃的 所以現在喝完了 有點感覺 這間餐廳的主要就是以一些台灣的傳統元素 以及一些工藝相關的元素去跟現代的設計去做結合 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一種 世代傳承的象徵 他們的磚牆是由 曾經得過 氣磚類世界冠軍的 年景成先生 以及他的學生團隊 共同打造的 然後 黃磚牆再加上 一些黑色鐵劍的元素 搭配起來會增加他的精緻感 讓他不再只是一般服務素的專長而已 然後在這個空間裡面 也有掛一些 張良依依本土攝影師的黑白攝影作品 那因為這些黑白的作品照 也反而更突現出一種世代交替的感覺 那我們剛吃飽 從餐廳出來 然後一出來就是他的大廳的區域 那他大廳這邊主要是 以比較精緻型的人文風的感覺 去做設計 那他的元素構成主要是 比較接近繁衍類型的磁磚 以及深色的木紋 跟黑色的鐵劍去構成 而且他的色調搭配的恰到好處 很容易把空間的整體質感提升起來 大廳的其中一面 他是整面的書牆 就我們剛剛進來的時候有看到 那他書牆有分層 上下兩層 上層的部分營造出一種小閣樓的感覺 他讓整個空間的層次感更加的豐富 如果沒有做這個閣樓的層次啊 空間感會比較偏單調一點 所以我覺得書牆的部分做一個小閣樓的方式 個人覺得替這個空間加分蠻多的 而且剛剛有問櫃台 他們說這些書都是可以借回房間閱讀的 我們可以在這邊挑書 那看到喜歡的書就拿去櫃台登記 我們就可以拿回房間閱讀 那退房的時候再規換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有來住的朋友啊 住房都會付兩張飲料的兌換券 那我們剛剛進去餐廳的時候 有點了兩個飲料 但是當下沒有想到 可以拿那兩張兌換券來換飲料 然後點了之後才突然想到這個事情 然後飲料兌換券我也忘記拿下來 所以到時候如果有觀眾朋友來住這邊 有去餐廳用餐的話 就可以直接拿了兩張飲料兌換券去換飲料 就不用再有外面了 那還有一個部分 因為它這裡其實蠻重視台灣本土的文化元素 所以它地板的部分也是用 磨石子的材料跟工法去呈現的 那這些地板色調的選擇 也跟整體空間的色調搭配了恰大好處 所以我會覺得它因為是磨石子的地板 而覺得跟這個新型態的空間覺得突兀 其實它們融合起來的美感分數還蠻高的 然後這個空間也幫了一些 台灣本土藝術家的藝術作品 所以這整體的空間對於文化感的呈現 我覺得厲害 然後再強調一件事 這邊室內設計的是郭旭元設計師 以及黃慧明設計師 兩位大師所設計的 所以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們要上去房間了 那因為剛剛一上去的那一間 它美味有一點太重 可能比較潮濕的關係 所以就下來跟櫃台講 但是他們二話不說 就說幫我們換另一間房間 但是現在要換到哪一間還不曉得 我們現在先去 回去櫃台找他們 好我們現在要進房間了 我覺得應該要分成上下兩集 不然這個影片可能會太長 所以剩下房間裡面的設計 我們可以留到下一集 再來跟大家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集影片 再來看房間的設計 那就下次見囉 嘿囉 好